大千世界,無奇不有,歡迎收看驚奇檔案 馬來西亞的一個村落,大半夜有居民聽到奇怪的聲響雨叫聲,以為遭小偷,於是起床抓賊,鄰居們也幫忙進行微補,沒想到沒抓到小偷卻抓到女鬼 屍後有居民表示,幾個月前就有鬧鬼的傳聞,村子附近的一條河還有很多水鬼,沒事就千萬別下水 不過當地的一個巫師表示,那個白衣女鬼,可能是流傳許久的女妖亞斯文 她在白天會假扮成漂亮的女子,到了晚上就會獻出原形,變成可怕的惡魔 亞斯文不但會飛,行動敏捷又兇猛 傳說,如果她舔過某個人的影子,那個人就必死無疑,因此是當地人最害怕的妖怪之一 雅斯文只會在晚間現身然後尋找食物,很多時候是跟隨夜陰道有人居住的區域,她會吸食人類的血,除了一般人更偏愛孩童的血,類似西方的吸血鬼 馬來西亞一個小城的警察也遇到離奇的事 事發當天,兩名警察在窗戶邊下棋,突然一道白衣閃過,警局內所有警察被嚇得大叫 這時有個警察要同事趕緊念可蘭經驅鬼 不過鬼似乎沒有離開,因為一個行似女人的鬼影忽然現身在窗戶外,久久沒有離去 牙斯文很擅長衛裝,讓人很難識破他們的真面目 牙斯文很擅長衛裝,讓人很難識破他們的真面目 牙斯文說他們就是看他的肚子,如果牙斯文前晚吸過人血,肚子就會微微隆起,像是懷孕了一般 這也是識破他們唯一的方法 如果你們喜歡這支影片,可以點讚或分享出去,或是訂閱我的頻道,然後開啟小鈴鐺,才能收到最新影片的訊息 點名字 python全開啟小鈴鐺 commencement發展公開咖宗 感谢观看